前两期我们讲的Clip 铜夹片和FC 铜组导装 然后这次我们要讲Y邦 Y邦主要是分三种 一种是晶线Y邦 第二种是铜线Y邦 第三种是铝线Y邦 那它们之间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看后面 这张图是我们所用的 左边是晶线 亮晶晶的就是晶线 然后中间是银白色的是铝线 然后右边是铜线 铜线其实我们认为它其实是一种铜合晶线 它不是真正的纯铜线 那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用超软铜 因为其实铜线在保命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困难 那可以看到这是对应的它的电阻 在相同的尺寸和长度下面 铜线的这个阻抗是最小的 所以铜线在散热和阻抗 这两方面都有它固有的优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用铜线的比较多 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铜线的成本会比晶线便宜很多 让我们看下一页 好 先看一下铝线是怎么帮顶的 左边这张图是铝带 所以它线宽很宽 那一旦它的RD上就相对会小很多 那中间一个是铝线 铝线的帮顶 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带的 带的是输线的 输送带 然后有一个叫Wager Wager的主要是超声波押接的时候 押接这个铝线的 所以铝线跟框架的押接其实是一种冷超声押接 它不用加热 我们再继续 好 这个是铜线 铜线其实在焊接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难的 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们要加一个氮氢混合器 这个氮氢混合器通过这个气管一直在 在这个皮刀上面一直在吹咬 是这样子的话铜线就不会氧化的 因为铜线你在打火点球的时候 就很容易如果你没有这个氮氢混合器保护的话 就很容易被氧化掉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氮氢混合器氧化 氮气主要是为了防止氧化 氢气是起怀面作用 所以我们一般是90%的氮气 10%的氢气或者95%的氢气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然后P刀也要用铜线专用的P刀 然后铜线我们一般都是用超软铜线 然后对应它下面的这个带 我们说芯片 那其实它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 不然的话因为铜线邦定下去的时候 它的力会比较大 那如果你这个芯片如果设计的不好的话 很容易被形成一个蛋坑 那当然其实是我们可以 也可以通过一些参数去调整 调整来使它尽少尽可能小的出现蛋坑 这个因为我们在我们之前公司做了大概2mL的铜线 那基本上我们也没有看到太多的蛋坑的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你参数调的好 其实铜线是不太容易出现在蛋坑的 特别是你那个线比较细 1mL或者0.8mL的线的话 那更加不太会容易出现蛋坑的 OK 这个是一个铝线和铝带的这个bonding 那铝线铝带的bonding的特点是 它的键盒是不需要加热的 它的这个轨道上面是下面是没有加热电的 那铜线和金线我们必须要加热 第二个呢是它键盒的时候不需要保护器 因为框架是铜的 然后芯片上面它表面是一个铝的pad 所以铝和铝是很好结合的 然后铜和铝你只要这个wager的力足够的 force足够的大 是很容易就是形成一个建合点的 然后呢铝线也有它的缺点 因为它的线弧是比较难控制 所以我们看到铝线都是大功率的这种器件上面 就是说我线弧不太会考虑或者被限制的这个情况下 才会用铝线 那第三个它的结合力 举力和拉力都比较强 我们用链子去硬拉可能也很难拉断 特别是我以前做过就是12mm的这种铝线的话 非常非常难拉断 它第一点第二点的结合力都非常好的 因为它是一个冷超生的气形汉 所以它的结合面是非常好的 第二个就是因为铝线这个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也比较好获得这个铝线 然后制造工艺也比较简单 所以所以整体来说 铝线的现在的应用场景和场合是非常广泛的 而主要是现在主要是应用在功率器件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OK 这页我们可以看到铝带 我跟这张是铝带的焊接 这个应该是一个二级罐 直接拉两个铝带到这个引出来的管条上面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模式罐 右边是一个模式罐 你可以看到在芯片上面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气形汉 然后这个线也比较粗 这大概是12个的这个铝线 然后在LeadFrance上面也是形成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气形汉 这边是first bond 这边是second bond 那first bond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刀的印子 然后他把它切断 然后拉掉 然后在这里再形成一个force bond 所以first bond其实是从这一点到这一点是force bond 然后前面是他切断的 掉出来的一点尾巴 都是这样的 然后他应该是在get上面再打一根比较细的一个铝线 比如说两秒的铝线 然后force上面 他可能用这种12秒的铝线 然后承受大的功率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产品 我们继续往下 OK看完铝线 那我们来看一下铜线的这个Y bond 铜线Y bond它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它需要氮氢复合器来保护 第二个它的那个LeadFrance下面是需要加热的 一般220到260左右把这个温度 然后呢因为它first bond它有可能有弹坑的风险 因为它这个铜线打下去的这个force是非常大的 所以很有可能在芯片上面形成弹坑 那这个呢 这个主要是跟你设备和你的参数调整有关系 第二个呢 它第二点 second bond这边鱼尾有可能会 拉力会不凉 你看这条鱼尾啊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点点白的 明显就是没有焊接的 就是它的second bond的这个拉力肯定是不好的 这根线这么细 一拉就掉了 所以所以我铜线建合其实最担心的是 它是第二点啊 第二点很容易断断裂 然后你看这个鱼尾就很大 就是它的拉力会非常好 那这个get上面这根线就非常差 所以所以综合来说就是说你要做铜线 那你新线需要专门的应对和铜线去做设计啊 OK那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特殊工艺啊 嗯 这个这个这个特殊工艺叫BSOV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中间是一个dye 两边是lidofren的引脚 那我dye到lidofren这个是正常打线嘛 现在dye上面形成一个球 然后打到lidofren形成鱼尾嘛 那如果dye和dye之间连接那怎么办呢 那你不可能在这里打个鱼尾上去吧 会把芯片打坏掉的嘛 所以先在这个上面植一个球 然后在dye上面去拉一根线 然后形成一个鱼尾啊 这个鱼尾就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芯片上面形成鱼尾 下面是一个球一个垫啊 然后这个垫子直接形成在鱼尾上面 这就是那我们来看一下BSOV 这就是BSOV啊 BSOV就是两颗dye之间互联啊 我们叫BSOV 所以要在第二颗dye上面先形成一个球 然后再从第二个dye上面拉一根线 然后再鱼尾打到这里 所以最难点是这一点啊 所以我们BSOV是一个是芯片和芯片互联 第二个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的引脚上面的我拉力不好 那有可能我可以陷在这上面 先植一个球然后再打过来 或者说这里有沾屋 那我可以考虑用这种方法 那我们来 BBOS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要在LeaderFront这边 增加它这个线的拉力 拉力就是上下的拉力 或者是它的这个推力啊 所以我就故意在这根线上面 再去植一个球 给它压一下顶一下 这样子这一点呢 不管它拉力和推力都非常好 主要是因为这个目的啊 OK 那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发一秒 谢谢